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成功的教育 是经过很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 心血 才能够探讨出一些成功的要点 这个是一个尝试 一个开词 我相信如果办得好 以后我们会律序地继续去办 这些有意义教育改革的一些活动 跟讲座 那么现在呢 目前是进行数学跟化学 由初中生做手 那么来指导老师以及学生 怎么接受学习 使到整个教育能够在各方面的配合之下 达到成功 如果比如说你也好 我也好 买一块地 如果自己能够耕种 那是最好 那你要发费本钱 有些代价管理 但是因为我们是九年度中 每个董事部的人数也多 意见也不同 比如说这样做起来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只要有筹备去筹募这个资金 要融资也不容易 因为只要每天都中的行政会每天都不服 如果为了这块地又要去筹募资本来 融资这个发展这块地也会带来 可能有些学校会带来很多困扰 感觉到麻烦 所以我们当初也建议说 我们拿到这个地 我们是交给一些企业家租给他们 就是租地的 地不是卖给他 地是我们的 我们是地主啊 租给有关的企业家 给他们去开辟 给他们去开垢 那么同样我们就收租金 很简单的讲一句就是 你买了一间屋子 你屋子很多间 你不能够每天都住 这个屋子都租给人家每月收租 那么为了加强对成功教育 研究与推广 所以我们刘金海校长牵头 成立了管理中心 他这个管理中心 他其中的全是全国的 上海的一流的校长和学科的高级教师 并且针对博洛学校 现在不一定是博洛学校 一些上海的一些好的学校 也在用我们的这个课间 将优秀校长 这个管理中心的主要是两点 一个是叫什么 将优秀校长的管理经验 再一个 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写性化 促进普通教师的专业发展 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实现学校的内涵性发展 那么这一次我们来 带来了我们这个初中的数学 七年级的数学的教学的电视平台的课间 我们做法的 集中优秀教师的他们的那种经验 另外还有我们管理的 各会管理的 这这与细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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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